终于看新手村中的妮妮脸上有五条红色印记 但是非常的奇怪 妮妮的手中从来都不拿武器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看卡卡的手中拿着武器 这就代表新手村它是有危险的 那么为什么妮妮从来都不拿武器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妮妮 那么请点一个咋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妮妮这个家伙 她不仅不拿武器 她居然还可以坐在地上休息 并且妮妮她最喜欢的就是招手 向大家问好 官方大法在她的简介中写道 她是勤劳的原始妹妹 并没有说她为什么不拿武器 并且我和学姐在迷你宇宙中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妮妮她以后会成为一个 比酋长巴拉贡更好的酋长 并且妮妮她做到了 她变成了酋长 但是她的手中依旧不拿武器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妮妮的心 请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妮妮的手中 为什么不拿杀伤性武器 我和学姐发现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 就是因为妮妮旁边 她站着一个卡卡 卡卡一直在保护着妮妮 卡卡在新手村中 她的手中拿的是坚硬的长毛 并且卡卡和妮妮进行过一次觉醒 变成了觉醒的妮妮和卡卡 但是这个时候的卡卡手中 拿着一把脉冲弓 非常厉害 第二次觉醒 卡卡变成了布洛雄鹰卡卡 妮妮变成了酋长 但是此时的卡卡手中 却拥有了更厉害的一把铜锣刀 所以说妮妮的手中不拿武器 那是因为有卡卡 一直在保护她 所以说她手中不用拿武器 你们知道了吗